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 听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咱们前面用了几件课 将什么 所有跟见值有关的函数介绍完了 对不对 那这几个课咱们再介绍 数组函数中的一个分类 叫做统计数组元素 各属于微性的一些函数 对吧 这样的函数 在这里边一共有 三四个左右 对吧 咱一把他介绍 首先咱先看第一个统计 那就是统计数组里边的个数的 看一下 就是这个函数 计算数组的单元数 就是元素的个数 对不对 当然也可以计算对象中的个数了 那这里边 咱们首先来 完成一个问题 他不光是介绍数组的还可以介绍别的 那个统计别的对不对 假如说一个字符串 这里边有谁知道 哈喽 word 干啥了 我们能不能用它统计个数呢 字符的个数呢 这可不可以啊 字符串统计是用这个 STRL音 我为什么在这块提出来 因为好多面试题的时候多次出现 用这个 它是统计数组合数的 那用它统计字符串 会反为什么 那我们看一下结果 会反为什么 那对 为的怀疑是真假 那它是不是真假值呢 还是数量值呢 我用这个打印 不用echo对不对 来 咱们看一下 这个值是多少 tas.pd 好 是整形的 一不是真假 对不对 证明有一个 因为它就是一个元素 对吧 所以是有一个是对的 但是它不能统计出字符的数量 那如果是空字符串 这块它统计是多少个元素 也是一个嘛 对 所以它只要是字符串用它 不是出错 对 是一个 转成数组的话 它是转成数组的一个元素 OK 这块只是一个小插曲的 大家稍稍了解一下就可以 那么我们再来看 这不是咱们用它的重点 用它重点是统计个数 返回它是整数 Count 对不对 比如lump 里边咱也不用查几个 它就能够我们统计出来 有几个 是不是四个 对吧 那现在还有个问题 咱数组就一位的吗 有没有可能是二位的 对 对 那假如说我这样去统计 看一张 把这个注释一下 留着这个代码 它后边会经常的用 对不对 现在假如我生命一个 外部 外部的一个数字 里边有lump lmp 对吧 等于 我可以写这个纸 多号 再来一个 比如说 加网 E 操作系统 这玩意是unix 外部服务器 咱们用tomcat 数据库 咱们用arco 语言 咱们是gsp 对吧 现在是不是数组有两个 如果用它统计 是两个还是 子数组都能够我们统计 是两个还是八个 他默认只是统计一层的 我这里边少了一个 这块应该是 外部 对吧 我们来看一只 什么 是不是两个 那能不能统计子数组 可以 因为这里边还有第二个什么的 参数都没用的 那看第二参数干嘛的 看一下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 模式 整形的 对啊 那它 第二参数在哪介绍呢 称的对不对 对吧 使用这个常量 你看是不是用到常量了 或一将地规的对数组计算 对我为数组的单元 也能够统计 知道吧 那默认是零什么统计的 那我现在传统 你看一下 现在统计的 就是里层数组的统计 为什么是十个呀 本身是两个 地规里边去 是不是 是每个里边有四个 加起是八个 是不是十个 对吧 所以呢 如果想统计指数组的 加第二参数就可以了 这能理解了吧 所以这也就是统计数组个数的 咱们也是经常用到的 但是很简单 我保存有加 来 这咱们就可以了吧 那除了有数组统计个数的 那看一下有没有相关的呢 这相关的这长度这个四五串 有没有能说过了对不对 那还有其他统计什么呢 那咱就得看看课件了 因为它的相关没有 对不对 看这个 干嘛呢 统计数中所有值出现的次数 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还比较长 具体的怎么用 咱们就得看一下 手刺 手刺 这个还说明 叫做 count count 是不是这个 统计数中所有值出现的 就一个猜数对不对 那又反规一个什么 反规的是别的数捕 对吧 就看重复出现的次数 比如说 我把这个打开 看一下 现在这里边有重复的吗 另一个词对不对 没有吧 假如我再写一遍 另一个词 你看我有小写的 我还有大写的 它是有什么 大写之分的吧 对不对 比如说my secret 这个话 我再写个my secret 对吧 那统计值出现的 重复出现次数 那如果用这个行人去统计的话 看一下 如果用这个行人去统计 那么 重复的值就作为下标了 而这个值出现的次数就作为值 是这样的情况 来 也是我们用的几率 稍高一些的函数 你看另一个词出现两次 小写另一个词出现一次 是不是大小姐说有区分的 阿玛基出现一次 麦 secret出现两次 PG出现一次 是不是重复的值作为下标了 而出现的次数作为值了 对吧 那这个函数没有什么需要太多注意的 参数就一个对不对 所以呢 也不用太多的去 看的是怎么弄 对不对 很简单吧 那咱再看一个函数 咱说这 咱们这点是学统计 还有跟唯一有关的 对不对 那再找一个函数 这个 怎么了 移除数组中重复的值 有重复的我把它删掉 对吧 看这个函数把重复的删掉 对于这个来说 反过来的是不是没有重复的 这个还是对不对 现在重复的是不是 立你个死 立你个重复了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 区分吗 不区分 对吧 重复的有个问题 是第一次出现的 它这里边有一个特点 第一次出现的就留下 以后出现的就怎么的删掉 对吧 比如说这里边 咱说 阿帕奇 对不对 如果我这话也有个阿帕奇 对吧 那这个下标 比如说 我这话就叫一个A 你看一下 留下的是A下标的阿帕奇 还是外部色的阿帕奇 对吧 留下的是哪个 A A大阿帕奇 对不对 但是如果我这话 这话是ZAA 这话A外部色录 看一看 是不是 所以是第一次出现的 留下 其他的什么删掉 这个应该是对下标 进行排序了一下 对吧 排序留下第一个 其他的去掉了 那这个 统计函数和唯一的 好像没有什么太多需要说的 对不对 就这么几个 对吧 那你从过手册里边 查到其他的跟统计的 就没有多少了 那这几个函数 也不需要特意的记 第一个是咱们经常用到 对不对 第二个呢 有使用的时候 但记率也不是太高 对不对 第三个呢 咱有的时候会用到 只留一个 对吧 要数足中 比如说从不得值 肯定是有的 对不对 咱经常驱逐从不得值 就用第三个 对吧 那这件事 咱们对统计数字元素的个数 唯一性的值 咱们就叫到这里边 一共就介绍了三个函数 好 谢谢大家 希望那三个函数 在你以后工作中能用到 当然了 不会用也没关系 你知道有这样的东西 现用信查手册 再提示大家 学一个函数查手册 只需要三部分 第一个函数的功能 第二个参数怎么用 第三个函数就够了 好 谢谢大家 这几课咱们就要到这里 好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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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